欢迎您收听有飘剑为您博奖的《垂吊猪天》 121集 我要你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 北风打亮着眼前的环境 一步迈入光门之后 自己就出现在了此地 四周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自己之前进入的几个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眼下北风所处的环境则是一条通道 仍然感觉到惊悚的是 这一条通道的两旁不是土石形成 而是色泽鲜红 如同血淋淋的肉块形成 空气之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让北风皱了皱眉头有些不舒服 趴近 一步迈出 北风看向鞋子底部 那是粘稠的鲜血 这里有些不对劲 尽管我的实力没有在数的压制 可是我能够感受到 我身体正在流逝气血 并且流逝的气血速度很快 大约一年左右就会被吞噬一空 北风怎么看此地呢 都不像是一个好地方充满了邪义 而偏偏纵门的宝库就建立在此地 塌塌塌 北风一步步地向前走去 寂静的通道之中 唯有北风的脚步声回荡 北风感觉到自己 就像在一头无比巨大生物的体内 嗡 当北风向前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前方已经没有路了 此时北风手心中的应急 放出了光滑 漂浮在北风的手心 而后变大 一个磨盘大小的应急 平空浮现在半空 缓缓地 向了前方堵住的血肉落下 吃吃 当这个应急 在血肉形成的墙上之时 只见血肉纷纷地触碰到应急 刹那间开始消融 露出了大量的烟雾 堵住的血肉消融 露出了其后的通道 北风脉步进入其中 不由地瞠目结舌 出现在北风眼前的 则是一片巨大无比的经脉网络 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 横跨数百里的空间 一股股血液在这些经脉血管之中 飞速地奔涌着 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每一根经脉血管 都是如同水晶一般璀璨 其中的血液如同晶体圆润厚重 散发着不动如山般的浩瀚威压 更让北风感觉到惊异的则是 带着一幅巨大无比的 经脉血管网络之上 有些一个个马车大小 如同肉流一般的血肉存在 这些血肉团看起来坑坑洼洼 不时还滴落着一些血液 看起来恶心无比 人类 说出你需要的物品 一阵庞大无比的意念 直接复苏传入到北风的脑海中 让北风都冷不定地 背下了一跳 半晌回过神来之后 才冷静下来 我需要空间员 北风沉声说道 不管这道声音是什么 但此时北风只想快点离开此地 可以 庞大无比的意志 在北风脑海中响起 而后半空中那无数寄生在经脉网络之中的 其中一个个肉球脱离了经脉缓缓降落 砰 肉球在北风的眼前炸开 其中就有一块结晶 结晶之中包裹了一份 飘渺不定的气体 空间员 售价三亿贡献点 宏大的声音在北风脑海中响起 而后越来越微弱 最终消失不见 北风伸手握住包裹住空间员的晶体 而后转身就走 此地显得太过古怪 显然正常情况之下 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够接触的 北风也不想多待静止离去 购买空间员的贡献点 已经从北风的身份令牌之上抹去 北风也没有拖泥带水 直接回到自己进入的地方 当北风迈出去之后 原本被印记腐蚀打开的通道 再次飞快地生长出血肉 而后将通道堵死 北风也是依靠进入时的光门直接离去 回到宗长夜的小世界之中 打脸一下四周 只有自己一个人出来 其余人不见踪影 北风也没有急躁 静静地盘膝 坐在了五色祭坛旁边打坐 顽固天宗 当我脱困之日 就是你等灭宗之时 清帝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的看看这一次 你们怎么阻拦我 当北风离去之后 一道充满怨恨的声音响起 被愈合的血肉墙壁挡住 没有传出来 而在三层宝库之中 这是最深的一层 出现在窟戎眼前的 并不是什么经脉血管 而是一颗巨大到难以想象的心脏 这颗心脏通体血红 如同血色水晶打造而成 无数密密麻麻的血管 链接在这一颗巨大的心脏之上 咚咚 心脏声有九窍 每一次跳动都是吞吐着 海量的高等级的能量 真是伟大的声音 真不知道清帝全盛时期到底有多强 连这样的天帝大妖都能够镇压 窟戎神色复杂开口感叹 哪怕是自己全盛时期 与之清帝比起来也是不知一提 最起码眼下这一头被阵风的天帝大妖全盛时期 也不是自己能够相媲美的 人类说出你想要的物品 同样一道庞大无比的意念 直接钻入到窟戎的脑海之中 嗡嗡的声音在窟戎的脑海之中炸开 我要你的心 窟戎低垂着头颅 当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猛然抬起头 双目之中尽是疯狂之色 寂静 死意般的寂静 没有任何的声音 就连窟戎的血液流动的声音 心跳声也在这一刻停止了 一股宛如天崩的气息 自高空垂落 降临天地之中 隐隐还带着一丝极为可怕的怒火 哪怕是酷戎 此时也被这一股恐怖的意志 左右了情绪 隐隐有些控制不住的下场 本尊已经沦落到此等地步了吗 是本尊拿不动刀了 还是你太飘了 给本尊一个解释 否则就算你是少宗主 也得死在这里 出乎意料 那股庞大无比压抑的气势消失不见 有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却而代之的则是平静 如同波澜不惊的湖面 你给我你的心 我将让你自由 此时酷戎 也是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一个不慎 自己就会真的陨落在这里 但是见到这一颗 恐怖到极致的心脏之后 酷戎脑海之中 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得到它 一定要得到它 有了这一颗心脏 自己将会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顶盛的修为 不仅如此 更是有希望打破 自身上的禁锢 从而超脱自己顶盛的时期 给我自由 哈哈哈哈 本尊都争不开的封印 就凭你 如果经济是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未知的可怕存在 先是沉默半上 而后猛然笑了起来 下一刻 可怕的气息直接降临 笼罩在窟戎的身上 仅仅凭借气息 就已经让帝君境的窟戎 动弹不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